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来没觉得兰花这么好看 比起牡丹也好不顺色 我这个脚啊也算摔了直 你总算不怕我 师兄和以前不懂得西服 辜负了老爷对我了 不提以前了 把以前都忘了 进来 这怎么能这么绑呢 这学妹不都 我要她这么绑的 那我发现了 你怎么这么绑呢 我发现了 你怎么这么绑呢 胡子 老爷 怎么 陈你出事了 我得赶回去 阿川呢 叫他去订票 干嘛那么急呢 等襄阳好了再 我说了 叫他去订票 那秀和呢 你也带他一起走吗 婉杰 跟秀和先出去 我跟你大妈有事商量 大伯 求求您了 别让秀和走了 我还想和秀和在一起呢 求求您了 先下去吧 大妈 你坐吧 帮我再把脚包吧 哦 你说呢 我带他走还是 都行 随老爷您 怎么还挺大的呢 我记得 打从我们结婚起 不管我问你什么事情 你都只有那一句话 随老爷您 就好像你自己 从来没主意似的 你从来不跟我讲实话 这就是咱俩之间的问题 你总是费那么大的劲 在揣摩我在想什么 这不应该吗 为人妻总得 那也不应该 什么事情都这样 你别急嘛 一急 血就会冲伤口 肖总就难了 哎 你认识 实话跟你说吧 我准备把秀和 留在乡下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 我早就看出来 你比我离不开秀和 他是你在荣家 全部的指望 我把它留下来 是为了感激你这些年 为荣家所付出的一切 替这些干什么呢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是荣家的媳妇 可是城里的二太太 我一猜就猜到 你在担心这个 怎么 还怕我老不回来 我倒没什么 关键是秀和 他刚嫁进荣家 你放心 我会常回来 不会又等到 橘子红了的时候 我不在的时候 就有劳你 把秀和照顾好 您放心 老爷心疼的人 我会好好地 替您照顾他的 您到了城里 如果有好消息 我会马上 让您知道的 但愿有那么一天 我保证 我保证秀和 不会让您白疼他的 你保证有什么用 好了 好了 真不错 还是你行 老爷 我就离一件事求您 别再惩人了 您 您既毕竟也 也 我失老了 想不到 我也会有今天 瞎说 您会从前没什么两样 永远那么年轻 永远 老爷 您歇着吧 有事叫我 今天是老爷在家 最后一顿晚饭 大家手里的例子 来别吃咖啡 刚太子说了 您要心里给老爷 做一道松鼓鲑鱼 我呢 也给老爷露一手 做一个例子烧鸡 心姐 你给老爷做一个米粉肉 对 说 里面的笋包干净点 你们给老爷做一个油焖笋 还有啊 别忘了吃香园 鸡汤里放香园 传传圆圆 再做一个 这都还好 你别干了 来 上菜 给我 你跟我来 别动 还没回想 记住 今天可是你最后一个晚上了 可是 可是老爷还会回来呀 可能是以后 贝尔藏的老爷喜欢你 就为笃定会从那交集话怀里 回到你身边 你看看你 像个黄脸婆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下人的事不要你做 你怎么老记不住呢 我习惯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心里还挺高兴的 八王子老爷最好不要回来 你也投个亲近 没有 我怎么会那么万恩负义呢 老爷对我那么好 知道就好 记着 我不许你对老爷有任何的三心二意 连做梦都不行 你这次在岛上做得很好 我希望你永远如此 老爷是好人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骗他 我没骗 所以 到现在为止 我对你很满目 我没看错人 你知道吗 男人呢 就像穿着线的风筝 你手上的线放得宽 他就飞得高 你拉得紧 他就离不开你 所以一定要抓好手里的线 不要让他飞回城里 拱手让得来交集话 你明白了 明白了 光明白还不行 你不知道陈宁的那个交集话 他多有心机 为了把老爷求回去 一定用尽了手段 不叫老爷再回来找你 除非 你怀了老爷的孩子 你明白了没有 你的肚子 一定要争气 可是老爷明天就走了 不要紧啊 还有今天晚上 那你得到这杯喝了 我真不如 怎么 谁人酒量不如我 干凉干凉干凉 你们俩别再一杯 好 大包酒栏边好 来 我再给您满上 好 大妈也来的呀 一点点 秀和怎么还不来 她亲自做了鸡汤园子 算是对您的一片心意 怎么又穿这身衣服啊 小心点 这又是你的主意啊 难得 你一片苦心啊 秀和 来 我们敬太太一杯 来 把酒盘上 来 大嫂 还有啊 再跟我一起敬我的恩人 大哥 您别这么说 我从小在哥嫂身边长大的 是我欠了你们还不完的养育之情 这酒心意我领了 就不喝了 我怕 又出什么事 出什么事 大不了我们再去岛上爬山 比试比试 这杯酒你非喝不行 算是我跟秀和一起敬礼的 刘帝 我带秀和谢谢你 他应该一辈子记得 是你成全了他的幸福 好 来 你怎么不喝 不单是这样 那天在叶家 是耀辉替我这个做丈夫的 连夜冒雨把你送回来 你能不谢他吗 我敬六爷 我欠六爷的 今生今世也还不清 我敬歌嫂 希望你们一家能像这个汤圆一样 永远在一起 团团圆圆 六弟说的对 吃了这汤圆 只团圆不分离 我们荣家一定多子多孙 多福气 好 我也说一句吉祥话 祝大伯和秀和宜 像咱们家丰收的菊员一样 开花结果 早生贵子 对 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 来来来 来 我们尝尝秀和做的园子吧 来 你看 今天晚上的月亮多圆啊 圆得连点七口都没有 我去叫秀和去 好了吗 我没事 好 好了吗 好 文晴啊 答应我件事情 以后 把我们三个人做过的事 说过的话 都忘了吧 为什么 因为现在 秀和已经找到了 真正疼爱她的人 所以 无论是看星星 还是看月亮 也有你大波陪着她 就再不需要我们了 所以 以前我们为她不平 为她惋惜的理由 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月亮多么清澈 好像能够看到 人心里的秘密似的 希望秀和 对大波 不只是顺踪 而是真正的 从心里喜欢 这样她才能够快乐 这样她才能够快乐 好巧的手工啊 我是真正的 你自己做的 嗯 好香啊 跟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 我带回去 想起你的味道 就忘不了你身上 每一分 每一寸的年轻 老爷 嗯 火车快要到点了 您该去车站了 啊 知道了 有好消息 就马上通知我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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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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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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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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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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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